去年為什麼股債雙殺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去年上半年 美元跟原油竟然難得出現 連續兩個季度的正相關 我們擺明點叫割韭菜 去年光是在這一方面的虧損 台灣的台電跟中油 為了確保電價穩定 確保油價亞洲最低 為此虧掉150億美金 而我們對外台灣地區 2022年全年的貿易出口 是600億美金 等於這600億美金有四分之一 是由台灣的油電部門的虧損 所補貼出去的